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支精选港股是中電2號 公司今日公布第一季的股息及業務簡報 期內授電量有機會受疫情影響 大過去兩年貴息未受疫情影響 加上去年收入已止跌回升 预料今次季息可以维持不变 香港业务方面今年起会加电价 有助舒缓成本的压力 中长期来说就为香港基建发展 和公司本身再生能源业务发展 以传统公用股常用的预测PB 中电现价股值吸引 策略上投资者不妨以中电今日开市价 买入第一柱 如果股价在季绩简报公布后 有获利沽本涌现 导致股价回到74元以下 可以加多两倍注码买入第二柱 初步目标先看82元水平 不过用作中长线收息是更好的选择 第二只股份推介是中国电力2380 国家法改委严格执行 煤价调控措施 火电成本可望下降 有大行预测 火电股最快今季开始回纽规为盈 国务院向中央发电企业 撥赴可再生能源补贴 绿电转型的火电企业 现金流今年可望明显改善 中国电力一方面受惠火电成本回落 另一方面是绿电发展跑赢同业 是板块内最佳的选择 一手三元就要止蚀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高乐市CLX 公司主营是清洁用品 在疫情期间需求大 但股价表现亦是向下 近日股价回稳又是否能再次留意呢 主打消毒和清洁用品的高乐市 股价在疫情初期曾经直逼240美元关口 创出迪士新高 但过去一年半就跑输大市 见超过三年半低位 现在是低级时机还是低处未算低 高乐市股价2021年累计跌了1.3 同期标普500指数累计升2.7 显得相迎建筑 今年以来跌势持续 3月中曾经跌至127美元边缘 创超过三年半新低 是否见底然之上早 但它的股息率达到3 而且45年以来 泰息仍年年递增 肯定已经开始受到收息一族注视 对股价应该会有支持 我们现在就看看恒生指数 开市之后的情况 现在升190点 报2090点 国企指数升89点 科技股指数继续升超过2% 登上4,142个 预计超过440烤 在月的ρο 아베 期术 今天的工作坠深omi